杨阳真的塌房了吗 呃 不出意外的话 他已经在洗白的路上了 但是顶流塌房 他的互联网底裤都要被扒完了 还能如何拯救 从我的人间烟火 到观众的人间怒火 再到杨阳的人间熄火 翻车过程中 一片狼藉 一地羊毛 够了 观众的命也是命啊 虽然对着帅哥发火很不礼貌 但是对着观众颇有也不礼貌啊 杨阳 你说说你该怎么办 如果洗白是你的目的地 但也请你在会沿途的风景 休想把观众当傻子 换汤不换药是撞不回好感的 总之这一波 势必会是吃瓜群众拿放大镜见证的 拔起崴伦 那么问题来了 拿什么拯救你 小他阳 第一招 真诚是必杀技 谁会不爱一个谦逊又蠢萌帅哥呢 参考去游成功的黄小明 他也曾被图绑群巢 如今这盛事已如他所愿 所以说自信过头一油腻 是内于不变的定律 黄小明选择在争议中 摆正态度 认真听取意见 用自嘲的方式打破了定律 这二次元的话吗 我在来 在综艺中 采访中 他从不诡辑 我没有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 那个问题的严重 就是我的性格 导致我的这些选择的这个方向的问题 大大方方回应 将槽点变成萌点 杨阳 若是能在电视剧和采访中保持松弛感 完全是可以照抄黄教主 找不回来的 蠢萌蠢萌 大家的观众点都在萌上不是 至少喝水是干脆点好吧 慢点喝 第二招 麦斧是男性最好的医美 在本次的他访事件中 张翰意外的成为了最大赢家 不仅把游王接力棒交给了杨阳 成功脱身转移战户 居然还能上桌吃饭了 这放在整个东巴区都是相当炸裂的 一个情侦 一个小红红 睡觉时眼神不离 还贴心帮他整理麦 整理头发 再来一个甜蜜的相视一笑 有来有往 这这这 一个汉奸母也能下汤 继品着社会主义兄弟情 以母校就没停过 谁还会记得他是承包鱼堂的霸总呢 借着魏大勋和杨阳的这股东风 张翰如今可谓是青州已过万重山 所以杨阳 这作业你是抄还是不抄 去游计划 魏蓝待续 下期见